我也沒有 因為我們做了超過30年 我們就7年的去把我們自己 本身過去所積累的東西去自備武功 所以我覺得能做就去做 但是一定要用開心的心情去迎接每一個事業 或者是每一份工作 問一下眼睛視力多少 0.1不到 那你這樣看手機怎麼不會有吃力嗎 所以說你沒有看我一直在推到半天嗎 對啊 那你這樣 不是你都已經開完刀了還是只能0.1喔 那就會有後遺症 就會有效果 閃光 所有東西 老花眼什麼的 都有啊 所以你只能維持現況 不能讓它更壞 就已經接近到真的是會很看不到 就是放電變成 從前有500伏特 現在大概100 天啊 那表示你那時候真的身心靈很嚴重受創耶 怎麼會忍到就是已經快要那個才醫生才幫你開刀 那蠻危險的 現在要想一想就是說 不要讓自己一直停留在那個負面情緒 對 要把那個要把那個心結要學會 轉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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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得容易 其實要靠時間 很拉 就是你一定生命當中要去找一些 出口 或者是真正理解能夠幫助你 對 我覺得這個完全就是靠好像 好像成分定型一樣 就是修煉 對 那個最近還有關心小燕姐嗎 我覺得 嗯 她剛剛過生日耶 你有沒有祝福她 有啊 其實我覺得小燕姐 小燕姐怎麼講 我覺得 沒有人比她更 更懂得設身處地去替別人設想 我會覺得 哇 謝謝 而且你知道跟小燕姐的互動很棒的地方 她都描繪 對 她是3C達人啊 她不會拖延 對 她還蠻喜歡這種玩手機 就是這一種 嗯 她讓我會覺得我們應該要 吵架這種正亮光明的人 不能夠 不能夠被負能量給打敗掉 嗯 可是從前就是一直很 很怕自己做錯 所以 就是 我們過去那年代 可能 都對自己的要求會比較 會比較 會比較 嚴苛一些 是 所以 我們就很怕人家添麻煩吧 所以 你同樣的話 是不是 也是可以幫 焦哥 打氣加油 不要被負能量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在之前我已經有說了 我覺得所有的人 在這個時間點 因為 他已經把他的 誠意已經讓大家都知道了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如果再去做任何公平 都是錦上天花 所以 我會覺得 應該要去關心的是 旁邊 更多時間在陪伴他的人 然後 我們給予每一個 想要改變 想要變好的人 更多的空間 我覺得阿公上菜 在那個時間點 他已經被大家已經接受了 所以我覺得 我再去做 再去做同樣的東西 我會覺得 除非現在就是 要介立 跟新的團隊 會有一些新的組合 那 你就會覺得 比較不會 這個叫做 呼掌難明吧 我覺得 從前我們都是靠群力 對 因為沒有群力 你一個人再厲害 其實 都會面對到 所謂困窘 所以我覺得 這個東西要靠 你看 費翔 62歲 他都能夠靠一部 經典的這個 打擊咒王的電影 又被大家重新認識 所以我覺得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不要放棄 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 因為 我們做了超過三十年 我們就七年的 去把我們自己 本身過去所積累的東西 去自費無功 所以我覺得 能做就去做 但是 一定要用 開心的心情 去迎接每一個 每一個事業 或者是每一份工作